好 到底是社会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蚂蚁男怎么会帮忙来借场地呢 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两个地方真的是差蛮多的 蚂蚁男帮忙借的就是达兴工程的办公室 似乎要为太极双星来营造财力的假象 因为我们来看看太极双星 被说是一个空壳公司 地点是在复兴斐路 不过设备很简陋 但是达兴工程就不一样 看起来光是外观就相当的气派 内设备也相当的豪华 这个检掉发现 太极双星幕后前客陈宏道 就是在去年八月获得蚂蚁男的帮助 才会借到这个达兴公司的场地 那么检掉也发现 去年八月蚂蚁男就不断地 有跟达兴工程的互动王仁志 密集电话联络还多达了十多通 很有可能就是在瞧事情 不会真的跟太极双星牵扯上关系的吗 蚂蚁男今天很罕见的说明 痛批报导不实 那么说到太极双星这个几个字 似乎还长得不清不楚的感觉 还说是什么样的外星呢 更扬言不排除要对周刊来提告 马总统大姐 马蚁男又上新闻版面 不过却是被周刊爆料 疑似卷入太极双星案 双子星案情线扯上了马总统大姐 传出去年马蚁男曾经向达兴工程商建办公室提供给太极双星跟捷运警开会 目的就是要掩饰太极双星是一家空壳公司 想掩饰太极双星是家空壳公司 关键人陈宏道找上马蚁男 比较看看两家公司 太极双星设备简陋 达兴工程气派大楼 意图营造公司财力雄厚的假象 检调发现 去年8月达兴工程副董王仁志和马蚁男就电话密集联络 高达十多通 怀疑很有可能就在瞧事情 什么叫做太极双星我都不懂啊 太光人啊 也没有去借什么场地干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 如果检架发现我的通年记录有问题 我今天还会坐在这里吗 蚂蚁男否认还发出新闻稿 强调根本不知道太极双星是什么 不排除再次对周刊采取法律行动 不过根据周刊报道 达兴工程一度加入双子星开发案 双方还签订了MOU合作备忘录 但今年农历年前突然退出 很有可能就是事前掌握消息 我们跟太极双星公司 也没有签订合作的备忘录 并没有什么跟马小姐有什么办公室 完全没有这个事情 双子星案扯上马总统大姐 蚂蚁男风暴继续向上延烧 三连讯网报同学好台北报道 蚂蚁族的大姐蚂蚁男 又传出这一回变成了企业的门神 不过在国民党间就流传 蚂蚁男爱乔事情 可以说是出了名的 像之前包括了中华制药的风波 蚂蚁男